大家好,我是中心社的记者董泽宇 我现在正在国家东西两项中心的媒体工作区 刚刚完成了今天的报道工作 今晚七点半在张家口颁奖广场将会进行第一场颁奖仪式 据说颁奖广场为了方便残疾人运动员领奖 所以设置了很多的无障碍设施 那里和冬奥时期还有哪些不同 和我一块去看看吧 由于东藏澳是闭环管理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到各个场馆都需要去坐公共汽车 而从我现在的国家东西两项中心 去到张家口颁奖广场需要转两次车 由于今天的赛事早早结束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公交车上是没有太多的媒体记者的 现在呢在我的身后就是张家口颁奖广场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舞台的设计是非常的动感 它的主题叫做激情竹梦 是根据雪上项目赛道和运动员的姿态而设计建成的 可以看到在远端呢还有一个雪山的造型 现在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等过我们记者可以观礼的媒体战席 而这一次东藏澳会的张家口颁奖广场 为了方便残疾人运动员 以及乘坐轮椅的观众来观礼 设置了很多的无障碍设施 现在可以看到在舞台的正中央中间的那个铁码 它的高度是降低了一些的 跟旁边的对比非常的明显 不同于冬奥会的颁奖台会通过高度来区分名次 这一次的东藏澳会呢 为了方便运动员可以参与这个颁奖仪式 特意的把整个领奖台设置成了同一水平的高度 仅仅是在正面通过装饰面板来区分高度 第一第二第三名 现在看完了记者战局这再带大家来看一看摄影记者当 将会所在的摄影平台 据了解呢每一次颁奖仪式开始 摄影记者都需要通过预约来预约总共50个的摄影点位 而摄影点位的在设置下也有很多的巧思 现在也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个台词上的摄影点位可以说是视角是非常的好的了 可以看到整个颁奖广场的全貌 而在每个摄影点位面前呢 有两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是一个网线的插口 方便摄影记者及时的回传照片 而在这里呢是电源的插口 可以方便大家的设备充电 还有一个多小时 2022年北京冬山奥会张家口赛期张家口颁奖王场的第一场颁奖仪式 就将开始了 有很多观众呢已经之前来到了现场 正在和九龙龙合影 可以听到前场的音乐已经响起 灯光也已齐飞 感觉心情都变得激动了起来 也希望呢在本届的冬山奥会上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 发挥自强陆续的精神 拿到自己的影响的好成绩 加油